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 从今年2017年1月28号 进入到犹太月份里面的斯巴特月 所以现在是在斯巴特月里面 斯巴特月在希伯来文里 斯巴特月就是更新的月份 我们现在正在更新当中 我们真的亲眼目睹 不但我们个人我们整个教会 我们在被更新 我们的国家 连联合国现在都正在被更新 我们先一起来复习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这样子 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来祷告 当时来改变我们美国 我们美国当时在 还没有被改变之前 在1月20号之前 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当时美国暗暗的支持 在联合国的2334号决议案 所以大家记得 在1月的最后一个 今年1月就任总统 欧巴马前任总统 欧巴马刚刚要下台之前 又推动了联合国的2334号决议案 他们认为东耶路撒冷 是非法的被以色列所占领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呢 无权在东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来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屯肯区的建筑 那 这个事情 等于是有一点 是在戳神眼中的同仁 这样子的这个意味 那这件事情 确实从来没有一次 在历史上 美国如果参与这个事情 在美国没有真正的 这些神奇奇事来发生 来印证 神给美国一个警告 所以 我们如果去看 今年又再一次这样子来发生 这个事情刚刚发生 就是美国刚刚参与这样子 像是往 这个割裂 被耶路撒冷的土地 像是往戳神眼的同仁 更进一步这样子去戳一下 这样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结果 这事情都是媒体都没有在报的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在美国在发生 1月23号的时候 这事情一发生一个礼拜之后 就是你去戳这个耶路撒冷 美国去参与去戳耶路撒冷 一个礼拜之后 在美国的 米西西比州的一个地方 叫做East Jerusalem 这不是捏造的地名 这是真正 那个地名本来就叫做East Jerusalem 在米西西比州的East Jerusalem 就被Tornado所袭击 就Touch down Tornado在那个地方造成很大的灾害 那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巧合的话 你再回头来看 在前一次2013年的时候 奥巴马总统又是一次 那个时候他在推行 在联合国的翻译 以色列的决议案 他们要求以色列的这个社区呢 从犹大跟上马利亚退出来 那犹大跟上马利亚 在今天的世人里面 主流媒体叫做什么 西岸 West Bank 所以 世人现在连犹大和上马利亚 都懒得去称呼他 都懒得去承认他 当然是在世人的这个主流媒体里面 大家所播报的是西岸 West Bank 所以你一天到晚会听到说 哦 以色列在 就是世界的媒体 你一天到晚会看到说 哦 以色列在这个West Bank 以及东耶路撒冷 这都属于非法等等的 这不属于他们 他们是强占的 所以 就是在前一次 2013年 美国又是这样的支持 然后在联合国有这么一个决议案 他们宣告说 他们谴责 以色列在 尤大跟索马利亚 不是西岸 West Bank 那个地方 他们这个囤肯区是属于非法 他们应该要立刻的撤离 这个事情一发生 紧接着 好 下一张 就在 就在这个 East Jerusalem 同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其实是Hasper 就是又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你去碰这个Jerusalem 就是又在Jerusalem 就是又在Jerusalem 那个地方 又是一样 有很大的Tornado 那你如果还两次 你还认为是巧合的话 还有第三次 之前 2005年的时候 那一次 美国在当时 谴责这个以色列 说 以色列呢 这个 在这个 West Bank 那个地方 这个囤肯区是属于非法 就还是一样 尤大跟 尚尔利亚那个地方 谴责他们非法 所以 因为美国谴责嘛 然后列国都 都谴责嘛 所以有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谴责 所以说以色列当时 就不得不 因为这个压力 就要求九千多个犹太人 从那个囤肯区撤离 是强制撤离 所以 就 你看到这种 当时的电视上的画面 就是 尤大人在会堂里面 不肯走啊 然后这个 警察去动用这个 警察权力 他们也没办法 警察都是哭的去 把他们给 给架出去的 那反正就是把整个囤肯区 这样子撤离 强制 尤大人 不能够出来他们的家园里 要离开 这个事情一发生 然后就在 就在 2005年 这个事情一发生 就在 就 紧接着就是 Hurrican Katrina 那 Hurrican Katrina Katrina 这个飓风 造成 当时造成很大的风灾 跟水灾嘛 那我们全美国都知道 对不对 那当时造成很大的灾害 成千上万的 这个 美国的这些 在东南部的这些 州的这些居民们 流离失所 可是 媒体所没有报 我们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那个 Katrina 那个飓风的中心点 又 就是那个 East Jerusalem 所以 每一次 时间点都丝毫不差 神都是在 用这个来 警告 美国 你是一个神主 神 是所高力的 要本当 要来扶持以色列的 结果 当美国没有来做这件事情 反而去 戳神眼中同仁的时候 神总是很清楚地 来跟美国来 来大声地笑 所以 就是 这是从 我们的拉比 就是犹太拉比 他们所写出来的文章 那犹太拉比 他们 他们的解释 就是他们 他们解释那个 真言27章19节 真言27章19节 大家如果回想以后 这个地方他讲说 水中照脸彼此相符 人与人心也相对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没什么 犹太人他们在看的时候 他们是把他 他们在心里面 所把他体会的是 水中照脸彼此相符 当你去戳神眼中的同仁的时候 人与人心会相对 心会相对 会mirror出来 所以你去戳神眼中的同仁 去戳耶路撒冷的时候 意思接入神 就会同样的被神给戳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好 这是过去 这是旧 这是新的感谢主 要进入到新的 我新的总统当政 进入到希巴特 一进到更新的月份 川普当选的总统 他上任了 成为 成为美国的总统 他一上任 立刻就出面来邀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尔雅虎 来拜访华盛顿 来到白宫 他要兼顾 他对以色列的支持 内塔尔雅虎 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 所以2月15号的时候 内塔尔雅虎就会来访问白宫 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 预计会 以非常优渥 非常尊重的礼节 来欢迎他 来支持他 我们再看下一张 而且 川普总统任命了 这个新的这个 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 他是南卡罗莱州的前任的州长 而这位Nicky Haley呢 他在国会听证会里面 这是重要职位嘛 所有的重要职位 都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 参议院的这个认可 approve 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的来讲出来 他说 美国在前过去的8年 实在是一个 long history of anti-Israel bias 就是一个完全对于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 亚迫跟偏见 那他说 我们看下一张 美国在联合国里面 实在是在参与在那个 亚迫联合国戳神眼中的同仁 然后 他还在这个 他一到了联合国以后 他就说 他其实支持 这个 耶路撒冷是属于 以色列的这个国都 他说他支持这个概念 那在联合国里面 当然他这样子一讲 就造成联合国里面很大的一个 一个反应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 这个改变不只是在我们美国而已 连在联合国 都在这个西法特约 忽然之间翻转 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季节 联合国的新任 联合国也换人了 联合国的新任的这个理事长 联合国的这个理事长 那这个Guterres 他也很清楚的 毫不畏惧的 就在记者会上面 就跟 在列国的面前来说 他说 毫无疑问 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山 是属于犹太人的 这忽然之间 就 连在联合国都 都改变成这个样子 好 看下一张 而且 我们都很清楚 之前我们都来祷告 这个 欧巴尔总统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这种 对于伊朗放水的这种 这个跟 就是 撤销对伊朗制裁的这个 那其实这是容许伊朗的制造核武器 那果然 那个用的钱 这个 这个 麦石油用的钱 撤销禁运用的钱 伊朗就用来了 马上就开始用来 试射中程弹导导弹 所以 针对 在 上个礼拜 伊朗又在试射这个中程导弹 那中程导弹 其实是可以射以色列 那 以色列立刻就表达了这个 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忧虑 川普总统马上就指令白宫 他就召开记者会来宣布 这个因为伊朗 他试射了中程导弹 他并没有放弃 要来毁灭犹太人 的这样子的企图 所以证明 他根本就没有在忠实执行 这个当时的这个撤销 伊朗这个核武器的这个 这个制裁 他没有在遵循这个和平会谈的这个要求 而既然他不遵循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所改变 而且他还用这些 用来卖石油的钱 不算用来造飞弹 而且他大量的在支援 在Syria 在叶门 还有在Iraq 在激进组织的这些 这些恐怖组织的这些支持 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 美国就正式通告伊朗 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委员会 现在正在仔细的检视 欧巴马在2015年的时候 跟伊朗所签的这个核武协议 就是容许他们来放水 来制造核武协议的这个条款内容 所以美国会对伊朗来实施新的制裁 那刚刚昨天所宣布的 二十家公司只是一个开始 那这二十家庭最正确凑 他们这二十家公司 确实是用卖石油的钱 来制造这些中产弹导飞弹 用来毁灭犹太人 接下来会有更多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在这个改变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我们确实不能够松懈 我们更需要来持续的 为我们的国家元首来祝福 来祷告 特朗普他自己都说 而且他是 头一个美国的总统 在近代的美国总统 公开的在媒体面前 他胆敢这样子来承认 来这样说的 他说 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办公室 如此的有权柄 所以你更加需要神 来带领 来祝福来帮助 他才知道要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 特朗普很清楚的来跟媒体来讲 他是跟CBN的这个记者来公开的说 他说 我现在坐进的这个白宫里面 我比以往的任何的时候 都更加需要依赖神 没有神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做 他是清楚这样讲的 媒体都很清楚这样子讲 只不过主流媒体不会去这样报 那而且呢 特朗普还在这个国家祷告会的时候 公开的跟每一个他有机会见到面的基督徒来讲 这被媒体给 就被CBN的媒体给录下来 他是一个总统 他对每一个他有机会能够讲到话的这个媒体 那些参与的人 不论是牧师或者是来参与的基督徒 或者是记者 他说 我所最感动的话 我走遍美国 我所最让我觉得感动 得帮助的话就是 I am praying for you 我说为你祷告 他说 我听到这个话 我就感动了我眼泪都要流出来 他说因为这事实是对我极为一帮 有帮助极为一受用 我非常的渴望 我非常的需要 大家来为我祷告 就他这样子公开的跟他讲 这是最让我觉得感动的话 这五个字 I am praying for you 所以 Let's pray for him 好我们继续往下 好我们大家看中的同日 不可分裂耶路撒冷的地图 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我会用麦克风里面再有点解释 嗯 There's a story that's not being told The story of Jerusalem, Judea and Samaria The world has condemned it as the occupied West Bank Could it be the biblical and historical heartland of Israel? Here are the miraculous stories of true pioneers who hav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land 对于这些 才以前去见底色列现代国的人来说 重要的感觉 那些人甚至少认识 那些人甚至少认识 终于我们 The Joshua & Caleb Report 我带你来看今天的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 为什么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 我现在要带大家看 为什么耶路撒冷对我们千年来做这么重要 为什么今天我还要继续来为这个城市而战 这是迦法门的前面 进入迦法门 右边是David Tower博物馆 这是迦法门进去的第一排进去 I'm ecstatic to walk through the streets of Jerusalem where every single stone 进入犹太区 And the history is so evident everywhere we walk But I think To me As a Christian walker It doesn't have near the death of a Jewish person So to me What's the meaning of Jerusalem to you? What's the meaning of Jerusalem to me? That doesn't look good A better question is What is my meaning without Jerusalem? As what the meaning of Jerusalem for the Jewish people It's like asking What the meaning of breathing is for the human body That's Jerusalem is the pulsating part 在迦法门的地方 It's who we are It's never left our consciousness even for a moment We should just start before we even go through To say it's impossible to put Jerusalem into words Without being It's li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ding A sheet of musical notes And experiencing 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You need to Jerusalem is an experience And Jerusalem has never lef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Jewish people For 2000 years At every moment When we build a new house My partner Jeremy Builds a house And the first thing he does When he moves into this completed home Is scrapes away a portion of the wall So there's a bare empty Paintless portion of the wall That Jews do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why should our house Be built When God's house lies in ruins? The first thing we do after we eat Any meal On the rivers of Babylon We sat And we remembered Zion The blessings after the meal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The Jewish wedding The first thing we do Right before we celebrate Is break the glass Because the temple Is destroyed And then the book says If I forget the address May my right arm lose its cunning What does that mean? Think about that My right arm lose its cunning It means Without Jerusalem We don't have our strength We're not abl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Jerusalem is not just a city It's an idea It's a mission It's the miss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I know It sounds like abstractly philosophical and spiritual But sometimes The most spiritual abstractly philosophical things Are really the simplest truth And that's the simplest truth Of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Jerusalem And in the world That this is a spiritual war that we're in And the truth of God will go to the entire world You know I'll tell you When I see that Being here in these stones of Jerusalem When I actually allow it to turn on to my heart I picture my grandfather My great grandfather My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My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f I was able to tell them I'm living here I'm walking through Jerusalem They would faint They would not believe it's even possible And I'm meriting to live it To experience it To walk through it And that's the miracle of what Israel is So there's a reason that God took the Jewish people out of Egypt On our circuitous route And not directly to Israel That it took 40 years Because it's one thing to take the Jew out of the exile It's another thing to take the exile out of the exile So when we came into the land of Israel When we conquered the temple mount We clearly still had exile eyes Because we passed right over the temple mount To the western wall And we gave the keys to the temple mount To the church and we walked Because we weren't ready yet We weren't there But we're approaching the EOVAL The Jubilee Year From the liberation of Jerusalem of the temple mount This is a turning point Where the real true liberation that's happening It isn't geographic It's right in here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building the temple Is right in here The first verse in the Torah is Bereshit Bar-Alohim Etashmai Mbetar It's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y does it start with that? Our greatest commentator says Because in the end of days The nations are going to come against us And say The land of Israel doesn't belong to you And your answer should be God of Israel created the entire world And He gave us the land of Israel So that is our right to be here Israel should stand up 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say Jerusalem is our capital Jerusalem is the beating heart of our nation That's when we serve the God of Israel Who i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all of you put together When you look at the forces of darkness The people of repression That are turning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now Even more than ever What are they turning against? Judea, Samaria, Jerusalem So we know these are the front lines This is what they want to take from us This is what they want to take from us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stand firm And unwavering about Even if the entire world is against us That's what we need to do And that's conscience that will force us To stand against the world And put Because we're going to be afraid There's fear in the world But we can decide Does that fear Fear of man? Fear of the nations? Or fear of God? What should the place of the nations and Christians be to the Western Wall today? And also 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nations in the restored temple? So before I can answer what the Western Wall would be for the nations It's important first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for the Jewish people Because the nations are simply an extension Just like in Judaism we have priests Priests They're the children of Aaron That are in some ways the intermediaries That are the facilitators of our service to God in the temple The Jewish people are in Amco I mean We're a nation of priests So what the priests are to us We are to the entire world So the Jewish people Let me try to explain What the Western Wall is like It's like Imagine a father that gets so angry with his son That he says leave Leave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again Go And the son leaves But then he just waits a second And he goes back And he puts his ear to the wall And he hears his father crying When we put our ear to the Western Wall Here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wailing wall Because of all the tears Because this place is the conduit for all prayers When Jacob was here on Mount Bariah When he was here When he was here He said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This is the gateway to heaven Yerushalayim It ends in ayim And only a word ends in ayim in Hebrew When it has an equal and exact opposite Why does Yerushalayim have an equal and exact opposite? There's Yerushalayim Shalmala and Yerushalayim Shalmata Jerusalem the spiritual and Jerusalem the physical The two worlds come together So when we put our head on that wall We're actually able to encounter the world We can feel the tears of all of humanity Because they've gone through this place Right up to God This whole trip as we're walking The redemption is really about a 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 And what is that awareness? Prophet Isaiah says it Havakuk says it He says Until the knowledge of God covers the earth As water covers the sea It's like the story of two fish in a fish tank And one says to the other I don't know Do you believe in water? Because we're so immersed in God It's hard to see it right before us And that's what the Temple Mount represents That knowledge that God will push from our heads into our hearts It will permeate all of existence to the degree Where we'll be able to take this gun right here And beat it into a plowshare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hatred or violence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jealousy or sadness or grief That's what this is all about That's what the Temple Mount is about It's universal It's about bringing God to it The prophet Zechariah said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nations Will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house of Israel That day And on this day when the Holy Ghost is against us For all of those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standing with us Who are literally being a comfort to us That we're not alone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doing that You're attaching yourself to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I want to invite all of you Implore you Please come to Jerusalem Come and experience it Because we don't only consider you our friends We consider you our family And when we're praying for that Temple to be rebuilt We're praying for you to be right there by our sides I think it's summing everything that we feel It's imeshachek Yerushalayim Tishchake meaning If I forget you, O Jerusalem Let my right hand forget its skill That's what we believe That's what I believe That's what I believe I think 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in this city Amen Amen That Maw 他在那個地方吃飯 然後他們開始往裡面走 那走進去那個地方 經過家法門進去 然後我剛才不是講的 右手邊那就是 Tower of David 大衛塔 那個就是大衛塔 那是大軍王的京城 然後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那他這個走上去 他不是到了一個很高的地方 那個高的地方 可以往底下去看 看到Western Wall 看到西牆 谷牆 然後他不是訪 後面不是整個後半段 都是訪問那個中心的人 都是一個帶著槍的人 你覺得他是警衛對不對 對啊 他確實是有一個其中的工作 是警衛 他真的是有在做那個建築物的警衛 那個建築物 我們將來要是都有機會到以色列去玩 到耶路撒冷去玩的時候 那個地方你們都可以去 那個建築物是西牆那個地方的制高點 是西牆那個附近最高的一個建築物 那個建築物 那個建築物 表面上面的那個頭銜 表面上面的名稱 並不是很嚇人 那是個猶太文化中心 你覺得這沒什麼嗎 對不對 猶太文化中心 美國多得很啊 每個城市都有猶太文化中心 你會覺得這個 就你觀光客去看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 不是優先選項 沒什麼好去看 確實他也不是那種在 在那個旅遊手冊裡面 會特別去講出來的 可是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是一個迷路了 那個地方路真的很難走 而且 任何地圖對於以色列的舊城 耶路撒冷舊城 尤其是到了靠近西牆附近的那個 耶路撒冷舊城 任何地圖都沒有用 連GPS都不是很管用 因為地形太複雜 那是古地形 那不是現代設計 古地形真的很難搞 所以我們迷路我們就問 就問到那位 就是那個帶著槍的那位 他腰間 他現在在訪問 他是腰間一把槍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是腰間一把槍 手上拿著一瓶M16的那個 自動步槍 然後在那邊晃 穿了就是那一身衣服 然後我們就問他 我們是問他 我們要怎麼走 他跟我們講說 你也可以進去這裡面 這樣子 可以看得到 我說好 你可以讓我們進去嗎 好沒問題 你們是為什麼來的 我們來這邊來 Pray for you guys 他說好沒問題 我們需要你們禱告 他是猶太教徒 他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非常愛這些基督徒 然後他就帶我們進去 然後他就說 你要看西牆 我帶你上去 看那個真正最棒的西牆 所以我們就上到剛才那個地方 就是他從上面去造西牆 那個地方是制高點 我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個地方 要這樣子警備森嚴的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是個猶太文化中心嗎 有什麼好這麼緊張的 他說你知不知道 在軍事上面的制高點 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知道 這個地方是 我們直接下去 看到的就是西牆 我們離西牆 只有100公尺不到 他說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 多少國家 多少人 想要來 讓這個西牆 不屬於 猶太人所能夠接近的這個範圍 要把這個西牆 從猶太人手中拿掉 他說 你知道這個點 我只要有手上一把M16自動步槍 我就可以保證這個西牆 一切安全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地方看到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 就像這個上面 所以你知道 以色列在那個地方 真的是一個 軍政教是一個合一的 就是說 這個宗教 就是這個宗教信仰 跟神的信仰 跟警衛 你看警衛 結果他 其實他像一個祭司一樣 非常的清楚 他們猶太人 以及列國 以及基督徒 怎麼樣在神的面前 是一個怎麼樣的神的心意 所以 鼓勵大家如果去 去以色列的區域 伊路撒冷玩的時候 就往那個西牆 地圖上不容易找 反正你就是眼睛看著 在西牆的附近 很高 高起來一個現代的建築 你就往那邊去 然後你到那個建築 就會看到 就會拿著槍的人 你就問 你就讓他帶你進去 那你就買個門票進去 在那個裡面 你就可以從那個上面去看到 這個 這個 西牆 從至高點來看西牆 就可以去體會 神是怎麼樣的 那個心 怎麼樣的眼目 看顧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怎麼樣的 裡面 怎麼樣只有 猶太人回到家裡面 猶太人去 從那個枯牆去 聽到那個阿爸夫 對他們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枯聲 孤兒回來吧 回來吧 我盼望你們回到家 來認識耶穌 只有在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這些滅果 才會進入到公益的裡面 然後這個 認識神的這個真智慧 像充滿這個地 全地 像水充滿洋海一樣 OK 好 那我們來 這是今天第一個禱告事項 我們繼續來禱告 總統跟副總統 尤其他所有的這些 行政的這些 閣員們 都全家平安 而且我們來祷告 指引我們的川普總統 繼續來行公益 謙卑來與神同行 有神的智慧來讓美國 繼續來捍衛以色列的 國土完整 無論如何 我們都知道他的心意 他繼續吃走這個心意 有聰明有智慧 我們也沒有人要去逼他 立刻 現在就立刻要去把 首都簽到 這個美國的大使館 簽到耶路撒冷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我們知道 讓美國的一切都行在 和聲心意的當中 好 那我們就起立 我三個一組 我們來祷告 谢谢大家